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 与双举足以强弱 一万一行 何够随那种 同时在今 远龙一战尘 与我全世之不败 忘记整整一条心 恒常全场全场全 各位三信大德 行事同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下一家亲 天下一家亲的节目是与世间妙法广传 邀请世龙工商各行各业 将专业智慧投入的心情 传播天下一家亲的和谐理念 广纳关怀与温情 能使家庭 社会 国家 在一片祥和之中 达到天下一家亲的真实意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 就是国立台中起冲学校 施玉琴施老师 施老师 你好 施姐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立台中起冲学校的 施玉琴施老师 施老师在起冲学校 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 自己本身学的就是 学领前的教育 就是综合的 那当然这转过来到 这些特殊教育 真的其实这是必须要非常有爱心的 所以学校其实有很多的 这些月刊 或者一些让学校活动的这些书籍 要给家长们 他们学生们一起看的书籍 听说都是施老师 你来做一些规划是不是 应该是说学校的团队一起做 那我只是参与其中一小部分 是 是 那最主要是透过这个现在网页啦 还有说电子报啊 甚至我有一个叫做中冲周讯 那这个从中冲的网站就可以看得到 是每个礼拜呢 就会事先预告下个礼拜的活动 所以到目前的话也都好多年了 应该有六年了 那这个叫做月刊吗 那个叫周刊 周报 那现在介绍的是透过这个网页的这个电子报 那中冲有一个叫做进报 进报 不是报这个八卦 是报导学校两个礼拜的 就会出刊一个电子报 然后就会把学校的一些活动成果 是 做一个介绍 是是是是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把它绘整成一个专刊 但是其实它是电子报 是在网页上就可以查询得到 是 所以这个是要集合几个礼拜 才像这么厚厚的一段 一学期 一学期 因为两个礼拜就一本 是是是 所以我们又 这个是之前前任的校长 他的一个创意 就希望说给那个孩子留下一些成长的足迹 是 因为我刚刚从施老师的手中 接过这一本叫做冲敬的时候 我觉得它很大很厚重 我心里上马上呈现出说 学校老师真的担子很重 因为虽然他们是有特殊的教育 但是毕竟是爸爸妈妈心中的一块宝 那教过来的时候一定是责任重大 所以二十多年来了 如果再来一次你会再回到这特殊教育来上课吗 我觉得这是我的这一辈子的天命吧 上天赋予我的责任 我就说吧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会往特教的这个领域来发展 那姻缘机会之下让我能够跟这些择翼的天使 这些天葬的宝贝能够结缘 那我也很珍惜这份姻缘 那把我所有最人生最精华的这个时段 就陪着孩子一起成长 那我自己也从中受益 那刚刚讲到那个融合教育的学前班 那算是我在觉得我的教育生涯里面 最有意义的一段的一个创业 尽管他已经被误解 但我觉得非常的棒 尽管他已经曾经16年的这个阶段性的任务完成 我觉得很棒的16年 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子做这种返乡融合 是让我觉得有点遗憾的地方 但是毕竟他曾经在我们台湾创下这个 一夜的这个教育史 那甚至我的孩子也从中受益 是 因为我的孩子还有我妹妹的小孩 甚至我好朋友的小孩 他生了三个小孩 能够一起读幼稚园 在同一个班就那个时段 现在孩子都长大了 他们很回味那一段童年的生活 那我自己的孩子也因为在 这个中充的融合班 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启蒙 所以在学习也奠下了一个很好基础 那最重要的是在人格养成上 那我们觉得他就变成一个贴心 同理友善的孩子 是 所以比较简单贴切的说吧 与其这16年来 因为这个融合教育办得非常的好 那所以说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 叫做苏大招风嘛 也不是这个姻缘啦 就是这样姻缘的忌讳 那孩子不管是对我们厅障的宝贝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正常的小朋友 一起在起冲学校 他都会觉得这个台中起冲 就是我的母校 也曾经是台中其中的一份子 那在这些孩子的现在都已经上大学 每一个都非常的很有 就是像我们第一届的上国立大学好几个 那我自己的儿子他就上医学院 那我女儿也是师大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启蒙跟教育 然后让这些不管是听障宝贝 或者是正常生的孩子 在学前的阶段得到一个很好的奠基之后 更能够体恤别人的心情 对而且在学习上他们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共鸣 对所以说当初跟我女儿一起读融合班 或者国小也一起 国中也一起的这个听障的同学 他也上台义大 那如愿以偿的上了这个 他喜欢的这个美术的这个学习 真的是太好了 对一位老师来讲是太有成就了 不过我想就是说 既然提到了这个听障 我们知道就是说既然就是听障 就是连带他口语的表达都会有问题 一般人我想就是说家里沟通也好 或者是一般人大概最常要用的沟通的冠语 都是用什么样的手语来跟他们交谈 或者是说用什么方式 我们只会大家微笑 就是世界共同语言 那再来又什么 你可以教我们几个简单的 比如说看到这些小朋友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除了诚恳之外 我想当听力不好的时候 那透过的自然的这个表情 跟我们的这个肢体语言 就是一个最好的表情答意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龙朋友都觉得 手语是他们的母语 是像妈妈一样的母语 那我们要尊重 就是尊重他 而不是强迫说你还是一样爱学讲话 但是我们有很多已经早期疗愈会听会说的孩子 可是他们在听上面还是觉得很辛苦 那如果能够再加一点点手语 他们对那个意思的理解更快速 那你可以在很轻松的镜头讲一下吗 好 手语比较就是说 你们好吗 老师很关心你们哦 或者是你要家属的话跟他们讲 比一下 让这些的人他们可以知道 你在说些什么 你大概要 不要常常用的啦 不要常常用的就说 好 问好 就是握一个拳头 左右手都可以 然后就在我们的鼻尖这边就说 问好 好 手顺便点一下 没有没有就直接好 好 就说你好 是 对那如果是大家 我们就会比全部的大家好 看起来不是很简单吗 不是很困难吗 不会很困难啊 就是大家好 是是是 就这样问好 那如果说谢谢 好 我们就一个大拇指 左右手都没关系 左右手都没关系 谢谢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脑里面的 这个太阳穴旁边 这就是感恩 感恩 感恩 是哦 这个要记好久 谢谢一个就这样谢谢 然后如果非常谢谢 这太感恩了 就太谢谢了 是是是 太感恩了 谢谢 谢谢 不要比错哦 不能比这样子 是大拇指 那差多了 差多了 这个我想这个大家都认识的 对对对 这不能乱比了 所以关心一下这些朋友 你可以比一下吗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师老师 今天很高兴 也很光荣可以在这边呢 和大家呢能够一起见面 然后我很关心所有的听藏的宝贝们 好 那希望你们可以在未来的生活可以更好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全部都可以很顺心 很顺心如意 好 谢谢 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手语吗 好 我们不是这样拍手 我们的喝彩是这样 是是是是喝彩 因为他看到这个喝彩 那我给师老师 喝彩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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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家里的父母亲 如果说有听藏了小朋友 就一定要学吗 如果能够用手语是好像无声的语言 那对孩子来讲 它是其实有它的不同的好处 其实我们正常人来学手语 我觉得也不错 像我因为我会手语 那我在家里 我有跟孩子也有教一些简单的手语 甚至我觉得手语就变成我们特有的暗号 那我们就可以很很很容易 比如像说我要请孩子远远的地方 那个灯帮我打开 那我就直接打开 然后帮我关 就这样关 就不用说那个灯打开 不用这么喊的 甚至我们看那个证券交易所里面 他们几乎都用手语 因为那个场合太吵杂了 那远远的要能够看到 那个就是暗号嘛 就是打手语 那甚至打棒球 他们那个投手跟那个捕手之间 也会有一个手试 不同的那个暗号是什么 摸哪里摸哪里 那个你应该不懂了吧 那个是约定俗神 他们自己不能让别人懂 让别人懂 人家就看破了 对不对 是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 如果透过手的这个末梢神经的运动 其实我们不会得老人痴呆症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本书 其实早些时候都还没有语言发生的时候 那我们所有的不管我们怎么进化的 大家都是比手语的 当然是没有一定的那是还没有归换出来 说大家怎么比 那时候都是比手语的 如果不是人类开口说话的话 可能我们现在全世界都是手语在带动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真的有可能的 不过我们说这个手能传情 所以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肢体的语言 跟表情 我们这个表情 就很能够自然的把我们要传达的这个心声 给传达出去 是 那在学校里面 学生的沟通都是用手语吗 没有没有 其实现在我们主流还是听能说话 所以我们希望还是在听能说话方面 学生跟学生会自己用口语表达吗 看他的那个听能说话的基础怎么样 如果他听能说话的基础还是不好 那真的就是只能最后就只能手语了 那甚至是他的听能说话不错 那手语是当做一个辅助他 更能够去理解那个意思 是 所以看看我们的施老师 他不只可以对这些 就是特殊的小朋友 做一个课程的规划 很用心之外 他的手语也是比得非常的好 那有带了一段 大概三分半的这个手语歌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要跟大家介绍 没有就刚好一个流行歌啦 然后因为是刚好那时候录的是暑假是夏天 所以我那时候就选了这一首流行歌叫 宁静的夏天 那希望呢 也让大家知道说 在一个宁静的夏天 那个是以往以往的很美的回忆 然后我们就来欣赏看看咯 好像我想比又比不出来 上课是不是都要比手语 上课我们人家说 现在什么双语教学啊什么 我觉得我们都是多语的教学 因为有手语有口语 甚至有投影片有笔谈 很多综合的沟通 甚至还用手语教英语 对所以好几种语言 那你刚刚说大家 大家 一起来欣赏 一起来欣赏 好 大家 一起来 就一起来 一起来欣赏 欣赏看看 好 好 繡靠的夏天 天空中凡心点点 心里头有些思念 思念着你的脸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 宁静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点点 心里头有些思念 思念着你的脸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 知了也睡了 安心的睡了 在我心里面 心里头有些思念 思念着你的脸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 那是个宁静的夏天 那是个宁静的夏天 你来到明夏的那一天 那是个宁静的夏天 那是个宁静的夏天 在我心里面 那是个宁静的夏天 原来我们施老师表演的口语呢 手语 还有这么样的有感觉有意义 然后又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内心的那种情怀 真的不错的 那当然我们的国立台中起冲学校一甲子了 今年卖身肉十年了 老师真的很用心 带来学校最珍贵的照片 还有一些活动要来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想刚好已经六十年 那我们想说在学校校史室里面有一个珍贵的照片 我觉得很难得 那今天我就也把它带过来了 好 那我们看到了这一位是谁啊 蒋经国先生 是 他真的是勤政爱民 那当初呢 他也来到了起冲学校 那这个照片可以看出来 他是在学手语 是 他比这个什么意思啊 酒 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酒怎么比这样 酒比这样子 酒比这样 是 我们可以学一下很简单的一二三四五 到一分钟就学到一亿好不好 好 这是一二三四 然后五 手语的五比较特别 他是这个珠算的概念 就是一个大珠 大珠珠 好 那所以这样就是六 六 这个就是六 就是一个大珠一个小珠 七 八 九 所以刚刚那个照片的比这是九 那十呢 十 十才真的这样子 不要动 就是十 十 然后这就是二十 这样就是五十 然后十之后白嘛 白 白 白就是两个圈圈 两个圈圈 这样叫一百 这样两百 三百 然后这里呢 三个圈圈就是千 千 然后这样叫万 那如果是一万万就是一亿 好 结束了 好困难 好 那我们来再来看看 来 这学校的活动是什么样子 学校的美景啦 那刚刚 我们看到这个是让我觉得也蛮感动的 这个生态词呢 是由我们自己的老师跟学生自己做的 完全是私生合作的 难怪你说它有意义的 我觉得它有 到现在都还有这个很漂亮的 那个到中冲还可以看得到 是 那另外学校的 校景 对 宿舍里面呢 就是每年呢 差不多清明节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 印度櫻花吗 印度櫻花 就是一个很棒的櫻花林 是 那这是大盆国小来参访的时候 是 我们留下的照片 是 那另外 这个一桶一桶的又是 哦 这个就更特别了 因为起冲学校是住宿的学校 然后学生呢 三餐呢 都在学校吃 那学校的餐厅呢 会有很多的厨余果皮 是 那这些我们就把它做成 这个厨余变黄金 然后就变成肥料 是 那肥料呢 就来种在我们的菜园 我们学校有七甲地 那有一个快乐农场 快乐农场就种了很多的农作物 也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农家之乐 那我们的刚刚做的这些厨余呢 就可以来 在农场里来利用了 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很有意义 是 那学校还有一个特别的设施 是我们有游泳池 温水游泳吗 温水游泳 还有温水的疗愈池 所以物理治疗池都有 那我们每年 在上个月 我们才刚举办过这个水上运动会 是 每学期都会有 除了介绍他们校警之外 还有带了很多学校自己自编的这个 刊物 刊物 来我们用很快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这个是 听障的资源服务的手册 是 好 然后我们每一届的新生 我们会有一个 研习手册 对对对 研习手册 然后另外的话 这是教育部的 生障生的升学的管道 有另外对我们障碍的孩子的一个升学的管道 那另外的话 我们这个升学跟就业的书籍 我们 这个 让每一年都会出刊的叫做 下载幸福安装爱 就是听力挑战者的成长足迹 每一年都会出刊这样子 是 哇 我们真的非常的高兴 今天 石老师呢 就是在 服务在国立台中 起冲学校 那当然 今天带来的这个智慧呢 可以说 满满满 而且带了这么多的珍贵的照片 还有这么多的刊物 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说 其实 在我们不同的另外一个层面 我们可能了解不多 但是今天经由我们石老师的介绍 我希望呢 真的可以达到我们天下一家亲的 真实意了 今天谢谢石老师 谢谢 贡献出这么智慧来 感恩 感恩师姐 感恩大家 谢谢 同时也感谢收看 天下一家亲 每个人都是趁愿而来的 所以必须要懂得 知恩感恩报恩而来续缘 祝福大家 天下一家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